联邦政府昨天宣布要进一步减少 国际留学生的人数 同时要收紧毕业工签的申请条件 那么最快将在11月正式生效 有即将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就表示 说找工作越来越难 让他们非常焦虑 而有学者更批评政府 将留学生变成了社会问题的 戴罪羔羊 请看我们的报道 我这届还有下一届的人来说 可能就会有点焦虑吧 因为本来其实 就是感觉这两年 就是政策一直在收紧 可能就是拿票会越来越不容易 这是18年来的加拿大 就和当时感觉很不一样 因为我们还没有毕业 所以就是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大家其实也没有什么 什么很好的办法 将于6月毕业的 多伦多大学四年级学生李明奇 也受到新政策更改的影响 需要参加语言考试 来通过毕业工签申请 同时作为多大中国学生联合会的议员 他明显感到近年来 中国新生人数下滑的趋势 是从疫情之后吧 可能加拿大签证下来就很慢 然后可能就是受签证的影响 大家可能也会 最后选择别的学校也有可能 而有学者就表示 频繁的政策改变 加上来自家庭的期望 会给学生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 更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 学者指出联邦政府 针对留学生的一连串举动 会加深外界的反移民情绪 认为留学生是造成 所有社会问题的源头 更会伤害加拿大引以为傲的 包容及多元文化 学者认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 应该咨询留学生的意见 了解他们的难处 学者表示房屋及医疗等问题 早已存在多时 政府推卸责任给留学生 无视他们对本国的贡献 非常不公平 建议政府应该从根源解决问题 才能令本国健康发展